港圈太子爷郑忠基的嚣张跋扈史 原来有钱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2000年 郑忠基在飞机上因为喝了点酒 一怒之下打了空姐和机组人员 弄得飞机破降 最后事情虽然震惊了外界 但是还是被妥善地处理了 然而仅仅过了5年 郑忠基又被爆出打击者的传闻 这倒不是因为他爱打人 而是郑忠基被称作港圈太子爷 他的父亲是香港娱乐圈鼎鼎有名的大佬郑东汉 有着这一层身份 他才可以如此为所欲为 这么说吧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 1972年3月9日 太子爷郑忠基在这天含着金汤匙出生了 他的到来不仅给郑家带来了活力 就连当时火遍亚洲的天后邓丽君都跑来祝福他 那一天 大半个香港娱乐圈的人都送上祝福 这牌面可谓是分量十足 这一切正是因为他父亲郑东汉的实力 郑东汉曾经在年轻时候就和泰迪罗宾组建过乐队 当时也红遍整个湘江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郑东汉发现做音乐公司更好 于是他转型成为幕后制作人 和一些合伙人联手执掌了保利金音乐公司 在郑东汉担任公司总裁后 保利金的音乐市场越来越好 他还捧红过不少人 包括邓丽君的爆红也是他一手捧红 再到后来的许冠杰 谭永林 以及四大天王等人 也都是在他的操刀之下走红的 大半个香港乐坛的人都是郑东汉一手捧起来的 所以他也被称作是香港乐坛的教父级人物 无论是地位还是身份都是顶级的 有着父亲的强势背景 郑中姬出生之后 几乎要疯的疯 要雨得雨 除了星星和月亮得不到之外 其他一切他都可以信手捏来 优越的家庭条件下 郑中姬没有变得更加温润 反而在成长中越发的叛逆 甚至养成了暴脾气和嚣张跋扈的性格 所以才有了日后的打人丑闻事件 虽然性子火爆 但是郑中姬在音乐方面的天赋还是不错的 郑东汉为了好好培养郑中姬 好让他以后可以接自己的班 他请来著名音乐人 钢琴家来教年幼的郑中姬 一边玩音乐 一边学习 郑中姬从小把各方面平衡得很好 一样都没落下 颇有天赋 幼儿如目染的 他在音乐上的造诣非常高 很快就得到了父亲郑东汉的认可 都说女大十八遍 可男孩也不例外 只不过因为成年后太叛逆 郑中姬开始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 还学会了出入夜店 无奈之下 郑东汉为了磨练他的性格 把他送去国外学习深造 在美国圣安东尼学院待的几年里 郑中姬没有闯下什么祸 回国后就被父亲为以重任 在九十年代 香港乐坛最火的莫过于四大天王了 郑中姬看着他们的成就和人气 也羡慕得心痒痒的 和其他人不同的是 郑中姬有着港圈太子爷的身份 所以起点比很多人都要高 从小就被安排在录音打暑假工 后来更是时常出现在谭永林 张学友的演唱会上 被邀请上台一起演唱 经过前面一连串的铺垫后 1996年 郑中姬正式出道 并且发布了第一张专辑左右为难 从此之后事业可谓是一帆风顺 领奖礼上甚至两度打败陈奕迅 在天王张学友演唱会上 张天王还大力称赞郑中姬的音乐实力 一向八卦的港媒 都破天荒地称郑中姬是张学友接班人 有了这些宣传造势后 郑中姬在香港乐坛 算是正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正当所有人都在猜测 他的下一步动作会是什么的时候 他出事了 1997年 是香港正式回归祖国的一年 那个时候 所有人都在满心欢喜地 庆祝香港回归 只有郑中姬板着一张脸 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不是因为香港回归 而是这一年 他被八卦记者 爆出和女助手谈恋爱 当他不买票直接上车 让女助理怀孕 对方找到他后 郑中姬直接逼他打胎 最终给了几百万的安抚费 加上有父亲的帮忙 郑中姬才能全身而退 据传 当时郑东汉得知这件事后 连夜从香港飞到台湾 发动人脉关系 所以才让这件丑闻平息了下来 打胎丑闻平息两年后 郑中姬在一次聚会上 认识了杨千画 身为情长老手的他 靠着太子爷身份和音乐才华 一出手就轻松俘获了美人的放心 杨千画当时还是一名新人歌手 他自然不知道太子爷的脾性 只是觉得他为人风趣、幽默、有才 就同意了和他交往 据说郑中姬也是杨千画 唯一承认过的圈中男友 可没想到的是 两人仅交往了不到一个月 郑中姬就搭上了玉女张柏芝 秉持着我全都要的心理 太子姬玩起了脚踩两只船的游戏 当杨千画得知此事后 找到了郑中姬 不惜和他大吵了一架 即使他知道港圈太子爷的威名 也大骂他是花心渣男 随即提出了分手 与郑中姬分手后 杨千画很不开心 总是约朋友喝酒 好友黄伟文表示 当时杨千画收工后 走进黄伟文喝酒的夜店 连续点了八杯长岛冰茶 一边喝一边落泪 再后来 黄伟文为杨千画量身打造了 可惜我是水瓶座 歌词和歌曲无一例外 都是在映射杨千画和郑中姬的恋情 太子姬气走了爱他的杨千画 和张伯芝也没能长久 不久后 他也逆反了张伯芝 对方似乎也自感无趣 主动离开了他 时间来到两千年后 郑中姬又搞了个大新闻 当时这个大新闻 把郑东汉吓了一大跳 千禧年后 无数明星、歌手 都在为自己做新宣传 以此来证明自己的名气 但郑中姬却不甘心平凡 平日性格火爆 颇为嚣张的他 直接搞出个飞机打人事件 当时 郑中姬在飞机上违规喝酒 被空姐发现后 他一怒之下打了人 后来连机组人员都动起了手 最后逼得飞机在阿拉斯加紧急迫降 郑中姬多年后回忆这件事的时候 面不改色 云淡风轻地说起此事 当时他一下飞机就被FBI直接抓了起来 最终郑东汉出面 找人 赔钱 才把事情解决了 这番操作下来 郑中姬直接被签约的音乐公司解约 即使有郑东汉花钱找关系维护 他的名声 但在香港 郑中姬还是被人骂作是烂人 觉得乐坛混不下去的郑中姬 又跑去演艺圈 郑东汉得知后没有怪罪他 反而为他牵线搭桥 找了不少知名导演 才让他担任男主角出演电影 郑中姬在电影上确实也有天赋 他主演的喜剧电影票房大都不错 甚至他还被港媒称作是周星驰的接班人 于是 郑中姬靠着自己太子爷的身份 在电影圈和音乐圈来回奔波 心情好就写首歌 情不好就K人 2005年 郑中姬又被爆K了某记者 这件事还有香港警方到场 被定义为袭击 可能是经历奇特 他在同年发布了歌曲《无赖》 该歌曲已经发布后 立刻斩获了香港乐坛无数大奖 甚至还押过了陈奕迅一头 如果郑中姬能够安稳地走下去的话 那还叫什么太子爷 2006年 一位失足妇女在网上爆料 称 他在郑中姬家中过夜的时候 发现了不少女星的照片 一时之间 郑中姬又卷入了PC门 事情既然发生了 那就一定得把它完美解决 这一项都是郑东汉的治理名言 事后 郑东汉又花费精力和资金 解决了事情对太子爷的影响 郑中姬当时和RSA是结婚状态 他带失足妇女回家 对方都忍让了下来 但是唯独忍不了他和杨颖之间的亲亲我我 杨颖早年间为了发展 去过日本 也来过香港 他凭借着一手嫩魔的身份 迷得不少人神魂颠倒 其中就包括郑中姬 奈何郑中姬已经和RSA结婚 只好偷摸得完 但RSA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2010年 两人共同对外界宣布离婚 两人离婚消息被爆出后 外界和媒体一片哗然和猛逼 人们全然不知他们是什么时候结的婚 不得不说 太子爷瞒天过海的能力实在是强 藏在河边 站哪有不失邪 这个道理郑中姬也懂得 只不过他没想到 自己泡妞半辈子 居然会在女人身上跌倒 2011年郑中姬和女主播于思敏结婚 业内人士爆料她是怀孕后才找到郑中姬 此时她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只好同意 于思敏找到太子爷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最佳打胎时间 她了解郑中姬的为人 所以才出此下策 于思敏和郑中姬完婚后 为她生下一儿一女 近些年来看 郑中姬确实老实了不少 一直有在出歌和演戏 如今的她 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了家庭上 我是歌手 有一期还请过她 郑中姬还狠狠地拒绝了 甚至她还表示 邓紫棋 韩红 李克勤 陈奕迅等人唱高音歌时是乱吼 没有太多技巧和感情在里面 纵观整个华语乐坛 恐怕也只有郑中姬 她才敢这么说 毕竟有句话 叫做有钱 真的可以为所欲为 如今 49岁的港圈太子爷郑中姬 既没有混成张学友接班人 也没有成为周星驰接班人 令人惋惜的同时 她也成全了自己 如果不能在乐坛和娱乐圈 发光发热的话 郑中姬恐怕也只能回去 继承她的亿万家产了 对于郑中姬 你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讨论